張超雄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你上次自己裁決自己沒有利益衝突 所以要繼續主持會議 這是不適當的 這次我們拿出來要表決這件事 我覺得是應該的 剛才廖長江議員提到 處理利益衝突 沒有人清楚過當事人自己 這個作為一個私德 一個自己要遵守一些道德或者紀律 這個是重要的 不過我們這是立法會 立法會是要面向公眾 處理利益衝突 就不是每個人自己認為沒有就可以了 或者申報了就可以了 如果在公職上面 我們很多時候有一個要求 處理利益衝突 我們不單止在表面上 沒有一個直接的金錢利益 而且 而且是要在公眾的觀感上 都認為這是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 這是最佳的處理 所以有些說法就是 在這些問責的團體 或者公職人員來說 真的要白色 要比白色更白 要比白色更白 意思就是說 還要在公眾的觀感上 不是說我自己行得正 站得正就沒有問題 所以沒有利益衝突 這個處理不是我們公職人員 處理的原則 正如剛才梁國人議員所指出 主席你本身是數碼通的董事 這個是有現金的收益 在港鐵你也是一個非執董 也有現金的收益 有蒲金 港鐵在這個股動站 在我們現在處理這個動議 的確有一個直接的金錢利益 也跟主席你的身份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所以就這兩點我已經覺得是一個直接的金錢利益的關係 另外當然主席你也有很多其他身份 包括在中銀系統裏面有很多高層的位置 而四大地產商 包括了新鴻基、恆基、祥實、新世界 其實都跟中銀系統有一個主要業務往來的關係 在這幾個主席你的身份 部分是直接金錢利益的部分 不是 即是無論直接或者間接 我覺得事實上 你本身跟我們要商議的項目 即是新界東北的發展 的確是有一個直接間接的利益衝突 所以我都認為你不應該主持 好 下一位